说到美食 可能很多人的微信圈里 都会有人来转发食物相克的文章 比如说黄瓜和西红柿一起吃会怎么样 这个柿子加螃蟹会怎么样等等 最近有报道说 一个男孩在吃完砂糖菊之后 又喝了酸奶 结果就因患小肠长套蝶住进了医院 那么这个病真的是 跟酸奶和砂糖菊一起吃有关系吗 来看报道 专家表示 所谓的长套蝶 就是有一段肠管 嵌进了乡邻的肠腔里面 可能还会引起肠梗阻 小肠肠套蝶 作为一个孩子来说 确实是会常见得多 甚至是五岁以上的孩子 它其实出现的发病率 就已经小了很多了 这里边90%是原发性的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 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 或者一些因素导致的 它就是一个赶上了就得了这个病了 然后只是说诱因当中 可能有一些比如受刺激 或者是一些胃肠炎 有感染 所以其实你要说 跟你的这个食物有多大的关系呢 我觉得是不至于的 说白了 就是这位小患者 可能因为肠道有感染 导致了发病 而发病前 恰好吃了酸奶和砂糖菊 也并不能肯定 就是酸奶和砂糖菊 同时吃惹的祸 不过就这条新闻 记者还搜出了不少饮食建议 有人说橘子和酸奶牛奶同时吃 会影响消化吸收 甚至会发生腹脏 腹痛 腹泻等问题 那么 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我认为砂糖菊和牛奶 完全是可以一起吃的 包括类似配方的 你也会看到市面上 有很多相关的 狗味牛奶的一些产品 这就属于调制乳的一种了 我们平时还会听到一些 其他的食物相克的说法 比如 黄瓜和西红柿一起吃 营养价值会流失 海鲜加水果 等于吃披霜等等 对此 有人深信不疑 甚至还买了食物相克表 背在家里 随时查询 但也有人表示 这种说法不可信 自己经常把海鲜和水果一起吃 也从没中过毒 专家表示 只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适量摄入 如果能做到均衡饮食 就不必过于担心 所谓的食物相克 你在一个正常食用量 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 都是不用在意的 就没有任何一种 所谓的组合 是特别要注意的 但是 确实有一些食物本身 就是 不说它和别的食物搭配 单纯这一个食物 它有的时候 就容易诱发一些身体的不适 就像黑枣啊 柿子 本身它的柔酸含量很高 有的人 它本身胃功能就比较的差 那它 一旦这种柔酸 刺激了你的胃肠道 它就会引起你的一些不适 类似 还有一些人 可能有一些特定的疾病 比如有些 功能不全的人 他吃羊桃 他可能会诱发 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那这些大家自己 根据自己的病情 去注意就行了 但不用在意说 某两个食物 会有一个特定的反应 有没有 会有没有 平衡